有人问我 现前整个世界社会动乱 有没有方法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正常 提出这个问题是外国人问题 也是个有很高地位的人物 我回答他的时候 我说有不是我说的 英国人汤恩比波斯说的 这是他们很尊敬的人 汤恩比波斯怎么说呢 说这个话是在1970年代 他说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这个见解了不起 那有人相信吗 我的看法好像是没有人相信 我在05年访问过英国 06年在巴黎开会 会后也到英国去访问 英国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 是欧洲的汉学中心 我去参观访问 跟汉学系的同学交流 跟他们的教授交流 跟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 我就提出汤恩比这些话 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 你们相信吗 因为这些人都是研究汉学的 不要通过翻译 每一个人北京话都说得很好 能够看中国古文 我们不能不佩服他 我提出来 他们看着我笑 我在这里等他们的回答 他不回答 我从反面说 我说那汤恩比波子说错了 他们也不敢说错 不敢说对 也不敢说错 碰到这么一个场面 那最后就等我说话了 我告诉大家 汤恩比波子说的话没错 而是我们把它解读错了 大家不敢说 不敢说不对 也不敢说对 解读错了 错在哪里呢 你们都是研究中国汉学 如是道 你们是相当通达 那么提到 孔孟 你们头脑里马上会想到 四书五经十三经 那肯定想到这些 其他大乘佛法 你们会想到 华颜 发华 般若 这大乘经典 肯定想这些东西 这能解决问题吗 你们当然不敢说 我说你们所想看到的 想到的 那是什么 儒家的花果 好像植物一样 你看到开花结果 那么美 看到大臣的花果 你们天天在研究 那能解决问题吗 你们不敢讲 换一句话说 你们没有把握 为什么 你们没有体会到 这花果从哪里生的 好像植物 开花了 结果了 花果从哪里 只挑上生的 只从哪里生的 干生的 干从哪里生的 本生的 本从哪里生 从根生的 根是活的 你们没想到 真没想到 你要能够把他的根本 枝叶化果 全部都了解了 你就晓得 唐恩比的花不错 真有道理 确实能够帮助这个世界 能够解决问题 儒家的根是什么 弟子归 你们没想到 道家的根 太上感应品 佛家的根 十三叶道经 你们从来都不会想这些东西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幼稚园的课程 你们今天是研究所的 波斯 波斯生 我说那是根 那么你们今天研究的是花果 你们没有根本 那你所得到什么 花瓶里面插的花 死的 他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社会上的东西 这些花果不行 讲讲好听 无济于事 可是你要从根上讲 他管用 他真管 管用 我们06年去访问 刚刚从巴黎 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总部 做了八个小时的报告 在汤匙做实验的报告 成功了 这个小镇 四万八千人 通通学弟子规 男女老少 大家一起去 三个多月 这个小镇 风气 就大幅度的改变了 我们看了非常欢喜 证明 唐恩比波斯的话 是正确的 没有错误 要从根上 如是道的三个根 你有这个东西 你所学的东西管用 没有这个东西 学的东西不管用 为什么 死的 读死书 学的是死东西 我去儒家教学的一些方法 学习的方法 博学 神问 圣思 明辨 你们是不是搞这个 是的 都在搞这个 后面还有两个字 晓不晓得 度行 这个忘掉了 学了什么 学了不管用 圣人教给我们 学的东西 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 管用 日常生活用到了 工作上用到了 待人介物上用到了 活学活用啊 如何把四十五经十三经 变成自己的生活 度行 度行是什么 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重要啊 去学会 啊 词